我的QR,再丟到雲端上去 所以將來人家點下去,一樣可以看到 這樣也是可以,這樣比較貼心一點 所以 請各位做 做三件事 第一件是 APK 短網址 QR Code 作業裡面就這樣 如果說你有一個以上的作業的話,你就自己再開個資料夾 資料夾204APP 然後就把這三個東西丟進去 第二個作業就 再放一個 第二個作業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做很多啦,因為之前我們做了蠻多練習的 當然有靜態的有動態的 靜態有動態,最少 不需要太多 一個 最少一個,應該不會 太困難吧 就至少交一個 那 OK 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將來 我們需要做的,其實將來就是把那個 QR Code 可能 是不是可以 收集起來印下來 印成一個 一張 A4的紙 然後上面就是 誰 QR Code 誰QR Code 誰什麼作品 QR Code 誰 這樣子以後 貼在那個旁邊就好了 看 貼在一個旁邊 然後 就請 要來看的人 自行 怎麼樣 把 智慧 拿出來 QR Code 少一下 那你就 頂多就旁邊有同學在旁邊指導一下 怎麼安裝就好了 把它裝在他手機裡面 這樣就OK了 因為本來這個年代就是QR Code年代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很多 像電子商務啊 很多你要買東西也是QR Code一下 連進去 甚至現在的那個小額付款也開通了 所以呢QR Code少一下 直接可以下 直接付費都沒問題 那台灣的悠遊卡好像走的比較慢一點 像那個香港的巴達通 他已經可以允許 直接用 NFC 直接比如說什麼淘寶網 賣了之後直接用巴 那個巴達通那個卡 一刷也可以付錢 那未來我想 悠遊卡應該會跟進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可以多多好去了解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先 至少 交一個 至少交一個